怎么这年头越是小成本投入 宣传经费不足的剧越好看呢 古装选一剧《九亿人》正在热播 这部小成本几乎无宣发的剧 上周开播以来成绩居然非常亮眼 开播三天热度值就破了24000 并且登上了平台电视剧首位 《九亿人》看上一部小成本黑马剧 上线几天之后 平台口碑几乎一边倒的四星五星的好评 从观众的好评可以看出来 《九亿人》在选题的时候就已经赢了一半 这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作品 更是一部戳纵所有女性痛点的议题 《九亿人》改编自同名豆瓣连才小说 故事围绕着一座泊富盛名的烟雨修楼展开 少女令如兰不顾只有孟婉的反对 赌上自己明节状告修楼主人吴莲 然而多方投告乌门孤立乌员最终自尽 以正清白 孟婉卧心长胆七年 暂据与如兰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刘欣等 《九亿人》集结成复仇战队谋定犯案 之前原本以为就是个普通的古装悬疑剧 采取了上线并行的叙事方式 一边讲七年后的复仇 一边讲七年前的伤痛 一切都要从秀楼里跳进自杀的少女开始说起 秀楼里的吴莲先生衣冠楚楚的 一手秀气无双 秀楼的秀女们不少都仰慕她 可没想到在这些秀女在她眼里不过是一朵朵 可堪玩弄的花朵罢了 吴莲的说法很经典 她先是以先生的口吻贬低姑娘的秀气 在姑娘自卑的时候 在亲切提出要亲手教她 晚上到了房间亲手教姑娘秀气的时候 就会诱骗姑娘 让姑娘当下以为自己是被真爱着的 这种手法屡次得手 受害人不仅仅只有如蓝 而本身仰慕无怜的如蓝 真的以为自己得到了心上人的爱意 爱情里最绝望的是什么 一是怕自己爱上个渣男 二是怕发现被渣男把弄了感情 三是怕渣男和自己闺蜜还有一腿 四是怕自己挫服 深情开被渣男瞧不起 这四种绝望层层递进 都被可怜的如蓝给摊上了 前一秒刚创进闺蜜和自己爱人混在一起 以为是闺蜜背叛自己 引诱了自己的爱人 在女主饰宴的闺蜜告诉她之后 却发现原来是自己瞎了眼 这个人不仅是渣男 更是个人渣 修楼里的姑娘 初夜前床单是丝绸 初夜后床单就会变成麻布 凡是被她糟蹋过之后 都会弃之入麻布 如蓝知道真相以后 吴连居然大言不惨地承认了 她将姑娘比作绣布上的一朵董花 生来就是供人谢丸的 如蓝瞬间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因为自己太不自重了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如蓝并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事的人 秀楼的姑娘很多都遭遇了这件事 从丝绸变成了麻布 有的人胆子大去闹 都被乌连背后的势力压了下来 不了了之 有的人不甘心受这样的屈辱自杀 似乎还被人指指点点 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 都是因为女性自己伤风败俗 这种现象从过到今并没有变过 女性不小心失身后 求救无门的困境真是太真实了 如蓝更是这样 她本身就性格刚烈直爽 饥饿如仇 有一说一 发现身边居然有这么一个人渣以后 她不顾女主的劝阻 一定要为自己和那些同样遭遇的姐妹套个公道 现实是整个过程阻碍重重 不仅状告无门 还被戳几两骨 被哑义们羞辱 甚至输了官司的她只能一死明智 女性之所以遭受这样的屈辱 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环境下 大家都对女性丢了民间失难堪的事 这才导致很多女性不敢作声 也导致乌连越来越猖狂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乌连背后的权力太大 她被靠宁国功夫 多年经营势力盘根作结 所以总会稀释宁人 无连作恶多端 而七年后 女主孟晚就开启了复仇之路 七年前她也只是受害者 那时候她还是唯唯诺诺的 只能眼睁睁看着如蓝 一步步步入火坑 七年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步步为营 在这七年时间 她设计了非常缜密的计划 一步步 极其和无连有过过节的九亿人 抱团鼓住 一步一步拉无连入局 每完成一步就挂一个灯笼 过程看得非常爽 九亿人士双线去世 一边拨七年后的某篇布局 一边播放七年前主局团 都遭遇了什么事 由于七年前的剧情 实在是太惨太憋屈 必须得混着七年后的爽剧节奏 才看得下去 比如七年前如蓝去衙门陈述案发经过 却被牙医们借着由头羞辱 遭受了二次伤害 这与现实中 很多女性方案的时候一样 必须要一遍遍的回忆 令自己受伤的经过 遭遇别人的审时和提问 如同遭遇者一遍遍心理凌迟 而这些情况不仅发生在如蓝身上 同样也会发生在 每一刻受伤害的女性身上 这部剧在看的过程中 实在太能攻击如蓝了 看得太难受了 不仅是在剧中 更是因为同样的情况 现在正在发生 如蓝依旧在接受着审判 《九亿人》这部剧的意义 不仅仅是拍了一部好看的悬疑剧 更是再次将 不完美受害者的遗体 拿出来讨论了一次 可贵的是 剧中女孩们都勇敢 自尊 自爱 她们没有因为无力的花言巧语 就连爱脑沉落了下去 更是没有外界的冷言冷语 就放弃自己 放弃正义 而是勇敢地为自己 为其妹们深渊 越是小成本的好剧 越应该得到支持 这样那些真正有才华 表达的导演或者编剧 才有动力 也更有可能拉到大制作 排除无论是剧情 还是质感 都真正上乘的剧 属于影视市场的 一种良性循环 更希望更多的电视剧 可以像《九亿人》一样 给观众提供一股思考 议题和讨论 提供一种正向的价值观道向 而不是一天到晚正式不干 只知道谈情说爱 《九亿人》 同样是琼瑶剧主角 李嘉航 海陆合体 插去一目了然 不以爱情细为主线的 《九亿人》 与诚意的《林花楼》 有点像 所以他们的旋逸剧情 都很精彩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 非常的强大 颜值也很高 吴倩 胡亦璇 李嘉航 乔振宇 邓翠文等演员 他们都有很重的戏份 就连客串的演员 他们也都是颜值 演技兼备的演员 其中就包括海陆 汤金妹等 值得一提的是 李嘉航 海陆曾是琼瑶剧主角 他们曾在《新环珠格格》中 饰演尔康和紫薇 剧中两个人上演了 《山乌龙天地河》的感情大戏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 两个人再次合作 差距却非常大 《九亿人》中 李嘉航饰演普通刘欣 他是这部剧的男主角 刘欣因为 令如懒旦子寒冤主欲 他还被打断了一条腿 出狱之后 他和孟晚一起 想要扳倒五连 李嘉航在《九亿人》中 真的是颠覆形象 尤其是他刚出场那场戏 是刘欣出狱 呼子拉扎的操汉 李嘉航帅气的 连完全被掩盖 甚至很多观众没有认出 刘欣是李嘉航饰演 李嘉航在《九亿人》中 有很重的戏份 他也是令如懒案件的 关键人物 李嘉航在剧中的表演 非常不错 却着一条腿的刘欣 他出狱后已经物是人非 令如懒当年的案子 也算是毁了他的人生 李嘉航对角色情绪的 把握是不错的 七年前和七年后的流星 也是有很大反差的 作为穷妖小生 李嘉航的转型是很成功的 他现在的影视剧作品 不拘留于偶像剧 正剧 喜剧 李嘉航都有挑战 尤其是《小舍德》 《破识精英》等剧中 李嘉航的反差非常大 李嘉航现在的影视剧资源 还是不错的 不管是男主角 还是男配角 李嘉航一直活跃在影视圈 不过和李嘉航对比 他在《新环珠格格》中的CP 紫薇的饰演者海露 她的资源却很虐 在《九亿人》中 海露是有情客串 她饰演的角色叫黄娇娇 剧中也是一家秀楼的老板 为了扳倒五连 孟晚找黄娇娇合作 商人逐利 黄娇娇想让自己的秀楼 能有一席之地 她答应了孟晚合作 《九亿人》中的海露戏分不多 不过黄娇娇出场 观众还是很惊艳的 海露的演技也非常不错 不过这几年 海露的影视剧资源却很一般 曾经的穷妖剧女主角 现在却以演配剧为主 除了《九亿人》中演配剧 在刚刚大结局的《七十吉祥》中 也有海露的身影 而且海露在剧中饰演的是 杨超越的妈妈 海露是1984年出生 现在39岁的海露 她没能像李嘉昂那样转型成功 所以随着年龄增长 海露担任女主角的影视剧作 比越来越少 现在的海露也开始 接婆婆妈妈的角色 女演员到了中年 比男演员更有危机感 《九亿人》中李嘉昂 海露合体 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李嘉昂12年后 依然是男主角 而海露已经成了友情客串 真的让人感慨 对于是男主角 对于是男主角